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得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哈喽大家好 看我视频的人我相信都是对于何天悦有一些兴趣的人 不然看我这种枯燥的坐在这里一说巴拉巴拉半天 实在是没有什么乐趣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才艺也不会唱歌跳舞什么的 但凡是喜欢何天悦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在网上看到一些相关信息 一篇帖子发出一张照片来 然后问大家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 是真的是假的 然后底下各种各样的评论 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我们看图辨别何天悦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 来大家看看这块 这个就算是一块品质比较上乘的何天悦了 何天悦跟其他的石头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具备像油纸一样的光泽 像翡翠的话它是玻璃光泽 所以质感是不一样的 何天悦的光泽显得更为内敛一些 并不那么张扬 我们看何天悦品质优劣最主要的标准 可以说是第一准则就是何天悦的油脂 也就是它的油性 大家看到了我们喜欢何天悦就是因为它具备这种温润内敛的油脂光泽 很多人问我这个到底什么是好 这个标准很好理解 就是第一标准它的油性 来看看这块玉拿在我手里 它像不像是一块肥皂 食物比这个图片上还是要白很多的 来大家看这个皮子的部分 其实这块玉单从这一点点皮色都可以单独拿出来说一期内容 因为它很典型 这一点点皮色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猎丸庆进去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猎丸 还有这一点点庆弱的皮色 因为它是这块料子真皮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其实这个东西在以前造假不那么盛行的时候 它不算什么 可有可无 做雕工的时候可能就一笔把它划掉了 但是在假货横行的今天 这一点点特征就显得极为珍贵 因为这一点点特征足以证明这块料子是一个天然皮色 在满是假货的今天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类东西在赫天的原料地比较爽见 很难找了 可以说是说实话 假的太多了 以前我没有拍视频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 拍了视频以后 我发现假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多 间接的我是想说一下 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图片视频去鉴定的话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性的 必须得上手 这个料子的结构也好 或者说是它的皮色也好 从视频上反映出来 它跟实物之间再怎么样 它都是有误差的 好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主要说它的油性和它的真假皮色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看图鉴定这件事情 前阵子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粉丝朋友做的 我们这个粉丝朋友 做的这件事 我现在贴图给大家看 我们的粉丝朋友也是在网上发了两张图片 问大家这个是什么料子 底下的评论也是说什么的都有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这个人的单凭这张图片 就说这个有可能是和天狱里面的额料 而且把这个和天狱的种类整个说了一遍 额料什么像什么感觉也说了一遍 什么像疗粉的感觉了 什么什么透了 哪个料好啊 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我们这个粉丝朋友在恶搞他拍的这个图片是他们家洗手用的肥皂 由此可见在网上的鉴定是多么的不靠谱 当然我单凭这一点说的话肯定是断章取义的 因为网上的鉴定案例 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 我们不能拿着一件事情一片盖全 可以这么说如果它的特征非常明显 我们是可以辨别它究竟是什么情况的 比方说有一些料子的那个毛孔造假非常假 我们是可以一眼辨别的 假如说你的图片够清晰的话 但是大部分我们并不能从图片上来下一个结论 尤其是那种发出来一块料子 然后问这个究竟是什么料的 不管是青海料也好 鹅料也好 那个白的牌子啊 你摆在那里 你是从图片上没有办法辨别的 我们只能从它的结构特征才能辨别 而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从图片上展现出来的 就我个人来说 就我亲眼所见吧 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很多各种各样的鉴定 那些大师们 其实有很多图片表达的并不清晰 但是底下的评论却是头头是道 大家如果喜欢何庭一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多看一点 你就会发现千篇一律 反正我是不好意思把自己摆在尿的一个姿态 然后底下长篇大论 说一些看似知己专业的话 不着边 就像是以前我们做摄影 行业内的人互相之间把这个感光度就称之为感光度 那些外行人喜欢把这个感光度称之为ISO 这三个英文单词很多人不懂 不懂就显得它高深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如果大家认可我的观点的话 可以关注我 我是石头老机 再见了